他走之后同事就说 你是不是做过什么对不起你女朋友的事情 然后 就是反正我去哪他都要查岗 主持人 我如果没有主动打电话问他在哪 他根本不会告诉我他在家 而且我那天我去了之后 我也没有闹我没有干嘛 我就进去看到他跟是个男的在一起 我也就走了呀 那还不是因为他之前老骗我 他骗过你什么呀 有一次我就想着两个人挺久没见面了嘛 然后我就想着给他打个电话 我就问他说你在哪 他说他在单位里 然后我就想着给他一个惊喜吧 我就打车到他单位里面去找他 结果我一到单位的时候 发现他人根本就不在单位 他同事也说不知道他去哪了 然后我一下子火气就大了 为什么要骗我 没有骗他 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确实是在单位 然后因为我们工作性质就是有客户来看房 我们就要陪出去看房 你是做那个房地产中介 对 这一招他工作时间他就过来 他也没有跟我说他要过来 然后有人过来看房 那我就陪出去看房 然后他过来他看我不在 然后他就觉得我是不是又怎么回事 然后就打电话过来一直骂 然后我就觉得这样不太好 我就把他电话就挂了 他就直接把我拉黑了 因为当时我也不能关心 因为我还怕领导或者其他别人打电话过来 我说先拉黑回去 我再跟他讲 好好讲一下这个事情 拉黑之后他就给我的朋友 我的同事打电话 让他们挨个给我打电话 问我到底是在哪 不是姑娘你累不累啊 累 那你图什么呢 我就觉得女朋友做得挺卑微的 自己男朋友每天在哪我都不知道 那你就算了呗 就这种男人你就放他了呗 毕竟也在一起那么久了 所以你今天来是要干嘛呀 没有我就是 你是来说要澄清说我不是那样的人 请你相信我 还是其实今天你是来分手的 也不是就是主要是说以前的时候就是他曾经跟我说过 如果有一天我们感情不好 那我们就也上下爱情保卫战吧 然后现在我就感觉 这是个约定是吧 对我就感觉现在可能感情确实是遇到了一点问题 然后前一段时间又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什么事 有一天晚上吧 过了十二点了 我就看他微信运动上面的部数已经有两千多部 我就想大半夜的他去干嘛 这姑娘不怕累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就说你在哪 他说他在家 我说你在家 你怎么微信部数上面有两千多部 你是绑在狗上面了什么 其实确实是我没有跟他讲实话 那天是就是和朋友他们去KTV唱歌 然后因为喝了酒就不能开车嘛 然后想嫁也不远就走回去 但是也没有跟他讲 为什么没有跟他讲 因为以他平时的个性就是 如果你跟他说了 他会就是给我的朋友爱哥打电话问 你是不是跟我在一起 然后我就觉得这样玩也玩不好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如不告诉他 反正我也不会就是说要做什么 然后这样大家都会开心一点嘛 反正就觉得挺难过的 自己每天不知道自己男朋友在哪 他还不告诉我实话 然后他每次都告诉我 他在外面忙 忙你每天都在忙什么呀 你忙了有时间跟别人去看电影 你就没有时间约我了是吧 什么意思 有一次我就想着他这样每天加班加点的 上班也挺累的嘛 我就想着他有一天下班的比较早 我就约他说 那我们要不来去看个电影吧 然后我们就到电影院 我知道他挺喜欢那个演员宋佳 然后我就顺着他 我说要不我们看那个路遥之马力吧 当时 他想没想就跟我说他看过了 换一个 我当时就想 那部电影明明刚上映没两天 他跟谁一起看过了呀 然后他跟我说他跟同事看过了 他有时间跟同事看电影 为什么没有时间跟我一起看电影啊 你给个解释呗 没有那天下班之后 就是突然有一个同事提议说 今天就是无聊 我刚刚有部那个电影首映嘛 他说一块去看一下吧 大家都说好 那我当然也就说就一块去看嘛 看完之后那天我也没有说 不陪他再看一遍 他就不愿意看了 当时就自己跑回家了 跑回家之后就发朋友圈发微博 然后就韩沙摄影的讲一些 就是很不好听的话的 说什么呀 大概就是说 就是我怎么 就对不起啊 当时朋友就问我 到底你们怎么了 我说其实也没有什么 我就觉得我们有时候 我们情侣之间 吵架是很正常的 但是不要每一次我们吵架 你都要去公布出去 然后让外人来评判 或者外人去怎么样 就像这样子